我從民國86年 我書裡面有寫 我86年在大學的時候 大二的時候就開始自己就去開戶 然後拿了家裡一點點錢 就開始投資這個股票 那我從第一檔股票的買進 就是拿財務報表做研究的 但是我也沒有學過相關的知識 就大概開始翻書看看網路 因為我們那時候86年 其實學校已經有網路了 就去瞭解一下 然後就開始投資 那早期的一些投資經驗 我也都有寫在書上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有時候 抓到很短期的 有時候又是抓很遠 抓很久 然後又都沒有賺到錢 然後就會開始思考 應該要有一個怎樣的投資 才是可以真正的獲利 那這些年來 我歸納成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我自己也是執行了很久 我認為說這樣是一個非常穩定 一個又是一個可以賺錢的方法 那所以呢 我們 我就把這樣的方式 在書裡面來分享 那當然呢 我覺得很多讀者或者是網友 或者是非讀者非網友都會有一個質疑說 那你賺錢為什麼要分享呢 好 對 那 這一點我在書的 這個 書書的好像秩序裡面有寫到說 因為我這不是一個 零和的操作的一個方式 不會說今天我賺你就賠 你賺我就賠的 我們是一個長期穩定的一個 看趨勢的投資 所以其實 這個東西分享出來 並不會影響到我自己的獲利 那如果能因此讓更多網友 更多讀者 能夠因此能夠有所獲利 然後能夠讓生活過得更好 我覺得這樣是一件很快樂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們也樂於跟這個 我在一個操作的這個方式 已經這麼成熟的時候 我就樂於跟大家來分享 那當然我裡面有提到說 如果上班族跟學生 能夠專心於自己本來的工作上 那你投資只是利用很短的時間 去操作 去花很短的時間 就可以操作得很好 那你專注於你的工作 或你的課業 那這樣的話呢 我相信台灣 一定是各產業跟企業 一定是更有競爭力 包括你看我們現在 最近很紅的開心農場 你看上班族這個開心農場 很多老闆企業都很頭痛 那如果是這個上班呢 整天在看股票殺進殺出 我相信做老闆的也是很頭痛啊 那所以你如果說用我這個方式呢 你可以不需要盯著盤面 不需要這麼關心股票 也一樣可以達到更好的獲利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台灣企業 會有更有競爭力 那當台灣企業整體更有競爭力的時候 我相信我買的股票一定漲更多 所以對我來講 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我樂於分享 跟大家分享這樣的操作方式 那出書的感想呢 我想願意把這樣的方式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而且寫作也是一個很花時間的東西 那我的感想就是說 希望這個長期 不管你是不是長期看我寫作的一個朋友呢 至少一定要去買一本書 買一本書再來分析 分享我們的感想 你可以到網路上跟我討論 那各位在網路上給我的問題 我會盡力 我會幾乎都會用 這本書的最後一頁會有一個點數 你利用那個點數去開啟之後呢 就可以我會用索那本書的方式 在聚財網上 那你一定要買一本書 才能夠看到我 對於這本書的內容的一些說明跟回覆 我想這樣不是說做什麼限制 因為這樣也是對保護其他 有買書的讀者的一個權益 那我希望說以這麼低一個門檻 一本書定價320 多數地方有打折200多塊 那就可以長期跟我分享說 甚至可以提問 我都會在網路上做回答 我會以書裡面的操作方式做回答 那我這邊要提的就是說 包括我在書裡面 我是從大概八、九月那時候 寫那個比較磐式的分析文章 現在回頭去看可能有很多是不正確的 包括我到時候如果讀者跟我討論 這個書裡面的一些分析 我看未來有可能是很多 將來並不見得會確實是發生 但是我覺得這個分析就是這樣 包括你分析氣象 氣象局這麼多人物力電腦 他也沒有辦法分析颱風該怎麼走 沒有辦法百分百準確分析颱風會怎麼走 雨量有多少 哪邊會有土石流 他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是一個機率的問題 我只能說 他應該往哪邊走的機率最高 他往哪邊走的機率大概多少 那我們是不是要抓機率比較高 那個長期以來我們就可以獲利 那如果說我每次都中 每次都可以講到說百分之百 那我們一年就不會設20到30%的這個獲利為目標 我就設一年賺10倍的目標就好了 我幹嘛要設20到30倍 就是說我們重點是在 你要怎麼分析 你的邏輯是怎樣 然後我們有一個固定的策略 能夠每年穩定的獲利 而不是說每一樣東西都可以完全準確 所以大家可以觀察我的專欄 我這麼長時間在專欄 如果有設價的文章 過了一兩個月 我都調成免費 不管那個內容講的對或不對 因為我覺得即使錯誤 也有他錯誤的一個價值 就是說他為什麼錯誤 那當時那樣的分析對不對 都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你回頭來講說 現在如果我用書裡面的東西給你做分析 我們也只能說他這樣的機率是最高的 那至於對不對呢 一步一步一步看 那當然我不可能顧及到每一位讀者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時候 我也沒有收會員 沒有什麼帶進帶出 我覺得說這樣的機率比較高 我也沒有必要說 哎呦時間到了一定要提醒你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呢 我都會用書裡面的方式來回答你 那你有問題就問 那我沒有必要 一本書兩百多塊 不是收會員 沒有什麼帶進帶出的問題 那各位可以 買了這本書之後 一定要記得去開點數 然後在網路上跟我做討論 那如果說您的親朋好友 或者是父母親小孩是上班族 他們很喜歡玩股票 或者是他們從來沒有玩過股票 你也可以買一本這樣的書 與他分享 那我相信裡面的觀念 跟裡面的操作方式 都是適合上班族或學生來運用的